根据中医的说法 燕窝有抗衰老 并且促进细胞栽生 一千多年来 这是亚洲人的美容秘诀 哈喽你好 各位美食家 各位爱做饭的人们 我们又见面了 我是Sissy 那今天呢 我跟金燕窝一起合作 她的这个Simply Swift呢 十分的简单易学 只要15分钟 就可以做出美味的冰糖燕窝 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她的做法 传统的燕窝 需要很多时间来准备 浸泡还有烹饪 Simply Swift使用的是 高压闪征技术 因此在火炉上 只需要15分钟的烹饪时间 或在微波炉中 使用4分钟的烹饪时间 最重要的呢 就是金燕窝的Simply Swift 是纯天然的 并且它的品质呢 是比AAA还要高的燕窝 首先在一个砂锅里 我们放入一杯半的纯净水 和一个Simply Swift的燕窝 盖上盖子 先放到旁边 在一个大锅里呢 我们加入水 这个水的高度呢 是砂锅的三分之二高度就好 给它烧到沸腾 那一千多年来 亚洲人呢 就是有这个吃燕窝的习惯 把它当成一种 非常珍贵的美容食品 那它是燕子的口水做成的 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 非常的高 非常的好 有许多的蛋白质 氨基酸和矿物质 它可以帮助滋阴补气 我们把砂锅放到水里 然后我们用隔水炖的方法 用中高火炖个15分钟 燕窝的这个质地呢 非常的细致 所以我今天使用了隔水炖的方法 这样子我们可以确保 砂锅里面的水永远不会沸腾 而且保持燕窝里面的原汁原味 和它的营养成分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锅里面 直接煮没有问题 那我自己是觉得 这样子煮出来的燕窝呢 最营养最好吃 那也请你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的想法 这个时候我们把冰糖放进来 稍微的给它搅拌一下 然后再等一等 等到这个冰糖化 再把这个枸杞籽放进来 枸杞籽用热水稍微的泡一下就可以 如果煮太久的话呢 也会影响到它的营养成分 十分美味 简简单单的冰糖燕窝就做好了 那如果你有一天觉得非常的懒惰 就是不想要煮东西 还想要喝燕窝也没有问题 那在一个大碗里呢 我们放入一杯水 把Simply Swift的燕窝放进来 放进微波炉里煮四分钟 四分钟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放进冰糖 搅拌一下 再放进枸杞 每一位佳肴做好了 赶快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十分的简单 只需要15分钟 在这个炉子上 或者是四分钟 在微波炉里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 尝一尝 看起来是很棒的感觉 非常细致的质地 芳香 香甜的味道 很好吃很美味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 金燕窝的Simply Swift 这个产品改进去的话呢 我也会把它的网站放到下面 那今天就这样子了 记得订阅按赞 分享这个很棒的影片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